好 浩瑋兄 你是機師 你是前頭上的機師 我想請教你 你支持這次的罷工嗎 那個好像有個部長講說 各打50大板 我個人認為說 兩方面都要摸摸頭 各摸 各秀秀 50下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平行線 因為公司來講的話 他為了要求的利益 所謂求的利益 就是說他要讓公司勇氣均衍下去 所以他如果說他一直虧損 虧損的話 他的公司會垮 所以公司有沒有錯 我覺得公司沒錯 那飛行員部門有沒有錯 也沒錯 因為飛行員來講的話 他為了講究飛安 因為你看我們看過 復興航空公司 摔兩次以後他就關門了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來講的話 那飛行員他會感到 他自己會感到這種壓力的情況下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架飛機 它的總籌載量是固定 例如說100個單位 老闆一定希望帶70個單位 甚至80個單位的客人跟 的貨物 我們飛行員來講的話 希望能夠帶到70%的單位的油 為什麼 因為在空中那樣 油就是我的命 航空燃油是我的命 因為為什麼 因為打比說 我從台北飛到美國去 我雖然是在洛杉基落地 可是洛杉基天氣突變 雖然加州傳來不下雨 像我在飛加州碰我兩次 那你可能要轉降到 舊英山區或奧克蘭區 奧克蘭內徵搞不好天氣又不好 因為現在全世界天氣突變得很厲害 那我有多點油來講的話 我的存活率就會高 所以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這兩個是一個 絕對不是一個平行線 我們只能說 如果說像政治抗爭或公司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把這兩個平行線拉近 因為它不可能會有交集 我剛才講因為立場不一樣 在情況下 那我剛才就講到說 那你說飛行員的部分來講的話 例如說台北說薪資部分的部分 我覺得也要跟觀眾做個解釋 就是我先講好 我起飛 實際上飛行員很簡單 起飛就拉一趕 落地就拉一趕 我起飛拉一趕的時候 紅衣 你就到夏威夷去度假了 我落地再拉一趕 你就到八衣島去度假了 那如果說今天起你拉的話 你拉一趕的話 就到天堂去度假了 對不對 然後你在落地的時候拉一趕 到地獄去度假 大家要看有沒有做善事 善事的話應該全部上天 所以它是一個工作的一個 就是說它的一個價值在 所以我覺得大家廣大的群眾 不要說以飛行員機師來評分這個工作 今天飛行員在一個疲勞階段的話 在從事工作的話 像復興就是最簡單的例子 在一次兩次之後對不對 關門大家都沒有工作 空地勤都沒有工作 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像剛剛看電視上 好多人在哭對不對 旅客說沒辦法跟姐姐相關 那這個死人的時候 可能會哭更難過 那飛行員部分來講的話 那公司來講的話 它在合理情況下來講的話 它就要把這個 例如說打比說我從台北飛美國 你要用四個人來派遣 那再推薦用三個人來派遣的話 差別在哪裡 以前的話我們四個人 舉例來講十三個小時 飛到美國去 我在我兩個正架子 兩個副架子 我們是輪流飛 那我在空中的話 我大概可以休息到六個小時 因為我們後面有床 是 正架子後面它有個上下補房 它可以進去睡覺 我當然同意 機師一定要休息足夠 要安全 這個沒有問題 只是說 那什麼是標準嘛 標準的話 對不對 讓你飛一小時那個最安全 不是 對不對 薪水讓你零五十萬最安全 那我還沒想 你總要有一個標準嘛 我剛剛講四個人的話 我們可以睡六個小時 休息到六個小時 那如果說你三個組員飛的話 他只能睡三個小時 相對情況 而且你可能飛到洛杉基後 十八小時就要回頭 是 那有的時候公司就會把飛雪原 當作一個機器 舉例來講的話 我飛十八小時回頭 我可能要隔了二十四小時 我要接個 現在叫紅眼班 以前我們叫大夜班 你可能飛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例如說我飛到旭川 所以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回家的話 你可能還沒有睡著 你就要接班 我覺得其實也是在爭取 事實上我覺得兩方面爭取 都是為一個安全 好